怎么保养的这么好呢 让我们来给一下 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杨蜜 我今天来呢 是因为我爸人称小林哥 也是一名老警察 跟李战他爸一样 但我觉得他爸打他 跟他爸是不是警察无关 我不是警察 也不是他爸 我都想打他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人人都可以打五分钟李战 我爸呢 是一个审讯警察 审讯警察的工作 就是在一个 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拿出一个台灯 啪 照在犯人的脸上 一阵强光的晕眩下 我爸拿出一个保温杯 吹了吹 上面的茶叶末 点起一根烟 跟犯人说 想想你的家人 犯人立马留下一滴 悔恨的眼泪说 我招 以上这些都是 我在电视剧里看来的 我爸还说 这样的剧本 不要接 审讯 是需要演技的 我说爸 你不早说 下一集我就出现了 好吗 我小时候呢 去拍杂志 别的模特 都是经纪人陪着去的 我 警察陪着去的 可威风了 只是后来有传言说 杨幂今天工作结束 就被警察带走了 其他杂志模特问我说 你这么配合拍杂志 能剪几年啊 我 时尚圈 再逃模特 当你爸爸 是一名审讯警察 你真的很难撒谎 有一次呢 我考试成绩不好 很想蒙混过关 我就拿了一堆的诗卷 放在他面前 让他签字 我爸呢 一下就识破了 跟我说 我能接受你成绩差 但不能接受你撒谎 我就老老实实 把那张不及格的诗卷 抽出来 放在他面前 他看了一眼 上面的成绩说 我能接受你撒谎 但不能接受你成绩 这么差 我说 爸 那你也不要撒谎嘛 我小时候呢 很淘气 有一次在家里 拿道具 手铐玩 一不小心 就把自己铐住了 我爸就叹了一口气 说 要是所有犯罪分子 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别的小朋友 在家调皮 家长会说 再这样 让警察叔叔 把你带走 只有我 直接在家里自首 审讯警察 真的很厉害 看人真的很准 很多新闻 他看一眼 就知道怎么回事 CP 一眼变真假 有一次呢 他看完脱口秀大会 跟我说 你别不信 迪丽热巴和徐志胜 假的 假的吗 我说 那可不一定 徐志胜 没那么简单 任何女人 只要看他一眼 都很难忘记 迪丽热巴 上次录完节目 回来做了好久的噩梦 每次都会被笑醒 我爸呢 因为是警察 反诈意识特别强 他从来不借钱给别人 你跟他借三万 他就给你五千 不用还了 也不伤感情 后来有些人知道了 明明只想借五千 会假装要借三万 后来这个消息传出去了 都说北京有个大善人 小林哥 为人特别热心 上次就想跟他 借二十块钱打车 上来给我五千 我呢 就受我爸的影响 我的反诈意识 也特别强 两年前 我收到一条短信 说杨幂 涉嫌金融贷款诈骗 让我去法院出庭审理 否则将在机场 高铁站对我实施 管制拘捕 这一看就是骗子呀 我还能被你们骗了吗 所以呀 我一边赶飞机 一边就心想 你没事吧 没事吧 你来抓我呀 我宁可被拘捕 也不能被诈骗 结果后来这件事 是真的 是我的网银被盗了 有人办了两千块钱的 小额贷款 你说给我冤的 两千 我 我至于吗 我至于诈骗吗 我跟我爸借就行了 我跟我爸爸呢 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虽然有的时候 我并不想谈 但他实在太专业了 真的特别感谢我的爸爸 这么多年 在辛苦审讯犯罪分子的同时 也没有放过我 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作为一个警察的家属呢 我也终心希望 所有的警察都能家庭幸福 平平安安 谢谢大家 我是杨幂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杨幂 与其呢 说得很对 但是我从来就不是一线女艺人 我也不是什么女老板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美女 成风破浪的姐姐 今年真是特别火 也找过我 我说我不去 他们说你来 我说我不去 他们说你来吧 我说我真不能去 他们说你一定得来 我说那这样 我给你们唱首歌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他们说行 你别来了 我呢是真的不敢去 因为我觉得呀 我没有底子 唱歌也不行 跳舞也不行 这样怎么可能能赢呢 后来发现 能赢了 也赢了 我在 当然这些啊 都不是我真正不去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啊 我觉得 就大家看那个节目呀 都是想看姐姐们互相薅头发 然后呢 我就想到我这个情况 我想我这个发际线 也坚持不了几期吧 所以你看人家雨琪啊 现在人越来越火 身材越来越好 就是脑门好像有点 越来越亮 没使劲哈 没使劲哈 没好没好没好 没好肯定没好 反正咱们正片里没看见 所以啊 其实演艺圈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我们就是简单的勾心斗角 没有啦 不是 那我们都是好朋友 就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大家各干各的 有些人呢 想挑事 就说 你看 迪丽若巴那么火 你担不担心 我说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她是我们家的艺人 她好 公司更好 这个问题呢 就相当于你问李旦 你说 王敏 现在这么火 你担不担心 比自己火 她担心吗 她担心 刚才在后台 我碰到李旦了 我说 最近忙啥呢 她说 哎呀 姐 别提了 学吉他呢 真的 大家平时啊 都是好朋友 平时呢 也会互相问候 互相关心 这不疫情吗 我的工作也停了 我就赶紧打电话 给我娱乐圈的好朋友们 我说 最近忙啥呢 啊 你也没什么事啊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这个人呢 就是喜欢街港怼人 开心了 连自己都怼 很多人都说 我是去游高手 那也主要是因为呢 我去游的那几位呢 跟我关系也都非常好 我说什么 人家都不会真的生气 你看不熟的人呢 我就不敢说 比如我就不敢说 王敏 你就是讲的不够 吉他来凑 我也不敢说 朱一旦 你不是真的有钱 我更不敢说 毛不易 毛不易我有什么不敢说的 那咱们就说说毛不易吧 我呢 是明日之子第一季的导师 毛不易是那一季的冠军 是最厉害的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明日之子已经办了四季了 结果毛不易还是最厉害的 毛不易 你可真是厉害呀 你看 我什么都敢说吧 邓丽姐 年底压力大 加油 今年火的呢 还有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演员 李雪芹 喜欢 太聪明了 别人在攻击男性 只有她 在消费男性 开始是吴亦凡 现在是王建国 太惨了 消费水平直线下降 你看我们杨丽在这方面就有点吃亏了 我觉得大家误会了 她攻击男性的初衷 你们想想啊 小时候那些男孩子为什么喜欢揪女孩的辫子呢 是因为喜欢呀 所以啊 杨丽也是因为喜欢才攻击男生的 只不过我觉得策略有点不对 有点幼稚 估计在场的人里 她只能吸引到中美美 先能来救救我 我觉得现在男女对立的情绪太强了 男女平等就好 有时候你会觉得没有必要去硬碰硬 咱们有事好好沟通 有时候呢也可以用一用自己的性别优势 哭一哭也没啥 所以男孩子们 哭一哭没啥 我们会让着你们的 你想象一下 哪天王建国要是真哭了 你是不是想满足他的所有的要求呀 行行行 今年让你当冠军 其实2020是我哭的最多的一年 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还有疫情 其实我挺爱哭的 我是一个哭点非常奇怪的人 我看愤怒的小鸟会哭 我看无敌破坏网也会哭 看小时代也哭 当然 看小时代哭很正常 李承如老师看小时代也哭 其实呢除了难过以外 更多的时候我是觉得感动 大家很燃 很热血 原来大家可以这么团结 2020就像一场很艰难的游戏 有人负责冲锋陷阵 有人负责辅助补血 有人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兵 但是最终我们都会取得胜利的 稳住我们能赢 谢谢大家 我是杨蜜 火力全开 太棒了 我特别紧张 我真的真的好不好看 我贼紧张 我真的说太好了 你知道吗 他这是第一次说脱口秀 但是我之前就觉得你应该来 每期都来 我其实之前跟雨琪发过好多慈悲信 我说那个我觉得每一期都看 是吧 我跟你说 你来乘风破浪 你来了我们也好不过你 我打算带走 你来我听到你了 我听到你了 再次